字幕提供 疫情下的這段日子,很多香港的壽司店已經不知不覺地成為了預約困難店 有些還誇張得預約到夏年年尾 今集我們一起去香港四間一千元以下的五市我媽咖啡店 當中有很難預約位的,也有米之連勝的 我先戴上頭盔,以下所說的都是我自己個人的喜好 每個人的口味都會有不同的 事不宜遲,現在就去今集第一間位於中環的壽司店吧 每個月一日都要搶位的Sushi Shion 是日本師傅Dazi先生主理的 他是在Sushi Kami過來獨自打理的一個媳婦 一坐下,這個三文魚子茶碗精就告訴你什麼叫CP 這裡的午餐12件壽司,680加1 中環找到這樣的價錢的我媽咖啡,真心很划 這裡的午餐是分為兩輪的,我正在吃第一輪,12點至1點半 一邊吃,一邊看到Dazi師傅利樂又溫柔的刀工 再配上這裡的餐具,每一次上碟都精緻到捨不得吃 Dazi師傅一打八,還要做兩輪,時間管理得算不錯 這件墨魚的刀工不得了,吃下去的口感是很豐富的 而這裡最標誌性就是這個,夾了昆布漬的海膽 它多了層次,真的很甜,拍照也很一流 它的壽司整體來說是比較輕淡的,也是我喜歡的口感 而且這裡也坐得很寬,所以我吃得很滿足,已經二火賣了 總括了我兩次的體驗,我都覺得它是保持到水準的 我會給8.5分 之前Dazi是在Sushi Kami,我們先去吃Kami 這就是Kami師傅,他也是日本人 這裡的午餐一樣是12件壽司,680加1 一坐下,第一件來的就是中拖羅 我看回也記得這件中拖羅是很好吃的 可能是太餓了 咦?有沒有發現不同了?給你兩秒時間 2,1 就是Kami師傅他留意到我用左手,所以轉了方向 Kami師傅和Dazi的整體都是很類似的 看網上的評語,說Kami的口感是偏微微酸和濕 不過我就OK,但它也是四間裡面較為濕的 吃Omakase特別之處,就是每一次都有不同的驚喜 就算是同樣的食材,每一位師傅的處理手法都會不一樣 就像接下來的這件拖羅一樣 Kami師傅把這個拖羅薄切,再將幾層配合為一體 入口是超級有層次,而且魚油是不斷地爆出來的 是不是很索口面呢? 沒錯,也是一樣是昆布海膽 很快我們又來到手捲了 這份是給我的 蛤? 哈哈哈,其實是Kami師傅教鬼 Kami師傅他很搞笑 他全程都會用不涼不淡的廣東話跟你說笑 開心的時候過得特別快,我們又是時候去下一間了 今餐和第一間比是差不多 但Kami會比較容易卜位 而且他們同樣都是日本師傅,價錢又一樣 各有所好 如果想快點吃到,只客學的話,可以先試這間 我會給他8點2分 來到第三間了,是有米芝連星的Sushi Watazumi 他較早前搬了新舖去K11 Musea 新舖裝修很乾淨,亦很闊落 這裏的午餐是12件壽司 780加1 他就是健師傅 因為有米芝連星的香港人大將 以前是堅渣依華都做的 這件加了一點青檸海鹽的白蝦 更加帶出蝦的鮮甜 很清新 我發現師傅每件壽司我都很喜歡 這個和歌山赤身和大拖羅 都是有熟成的 而小雞也是我其中一個最愛 但有什麼開心過看到赤背呢 就是看到有北記背和赤背打蝦 我是背殼類的愛好者 最後當然不少海膽 這件諾多菇羅赤綠 也是我很喜歡 但也很少看到 這餐真的全部都適合我口味 這裏的壽司整體來說 味道是比較清新 但微微酸 但每件放入口都是很一體 總之就是喜歡 一邊吃都一邊看到 師傅處理食材時的細心和專注 靜靜地告訴你 我已經移房了 兩次都很適合我口味 我會給它8.5分 來到最後一間了 我們又回到中環了 這間要天天看著 看看有沒有流亡之餘的雲 終於是終於都預訂到了 我已經急不及待地打開茶碗蒸 你看看有金箔的 好像在慶祝我終於吃到它 開心到都忘了說價錢 這裏的午餐12件壽司 8880加1 午餐是由健師傅和Jason師傅負責的 我兩次都是Jason師傅 他之前在Sousis Sight Tour出生 而且王人最受歡迎要點餐才有的 安康魚乾Puff 就是Jason師傅創作 真的很好吃 雖然年紀輕輕 但是功力也有差不多 這件剝皮魚和魚乾 真的忘記不到 整頓飯都換了很多次飯 保持溫度 幾乎每兩三件壽司便會換一次 全程Jason師傅都是沉穩認真 很仔細地處理手裡的魚 初房雲吟的時候 感覺到壽司偏酸和重口味 但二房的時候 出奇地我覺得很適中 不知道他是不是調整過 所以說真的每一次吃都有可能會不同 而二房的時候我也有問Jason師傅有什麼魚可以追加 我就追加了一個蛇幅拖羅 終於到菠蘿包了 這件雲吟名物真的會不捨得吃 它外面是脆薄薄 而裡面是一個很奶油的安康魚乾 真的很好很好味 終於都明白為什麼會是名物 雲吟其實庫面不算大 如果旁邊說話很大聲真的會辛苦 但經理就很懂得調整自己的聲量和溝通 這一點是值得一讚的 我會給他8點6分 吃完之後師傅和經理都會送你去電梯口 這種日本的傳統禮儀 不知道會不會因應時代的便遷而消失呢 不過以上也是我這幾次吃的個人感受 就像我之前所說 貴子食材會有不同 而且每個人喜歡的東西都會不一樣 所以如果大家去試的 可以便宜地先試個午餐 當然最重要要預約到 祝大家好運了 接下來再有的話我會再跟大家分享 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按個讚我 以及要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旁邊的提示鐘 最好分享給朋友和他一起吃吧 今集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見 拜拜